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安全评价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 第四节讲我们考试经常会考的安全评价方法 这里面会讲定性的定量的和我们一些常用的 这一节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第五节关于安全评价做完以后我们要写一份安全评价报告 关于这个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该怎么写 它的格式怎么样就来了解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安全评价的分类原则以及依据 那么我来看一下第一节 安全评价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安全评价是以实现安全为目的 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 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注意了它就是要辨识和分析我们这个系统当中所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预测发生事故或者是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它的严重程度 然后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做出评价结论的活动 这就是安全评价的意义所在 那么安全评价它可以针对是一个特定的对象 也可以针对一定区域的范围 好吧都可以 来看一下支持点一 安全评价的分类 这个一定要掌握住 安全评价我们按照实施阶段的不同 按照实施阶段的不同 分为三类 安全预评价 安全验收评价 安全现状评价 好吧这三种 着重掌握一下 那么先来看第一个 安全预评价 什么叫预评价呢 安全预评价是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 工业园区的规划阶段 或者是生产经营活动在组织实施之前 这是它的情理条件 根据相关的基础资料 辨评于分析建设项目工业园区生产经营活动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确定其余安全生产生产法律法规 确定其余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安全对错措施建议 做出安全评价结论的活动 这是预评价 好吧 这个黄颜色标注的要着重了解 考试就考试好吧 说安全预评价在什么阶段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 工业园区的规划阶段 生产经营活动组织实施之前 那么言外之意什么呢 那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呢 还没有开始建了 在建之前要先做个预评价 好 我来看 安全预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危险度的评价 以及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它是以拟建项目 看到没 拟建的建设项目 你想要建的这个项目为研究对象 根据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提供的生产工艺过程 使用和产出的物质 以及主要设备和操作条件等 研究系统固有的危险及有害因素 同样是应用系统安全工程的方法 对系统的危险和危害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要么你定性要么你定量 确定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 及其危险危害程度 针对主要的危险有害因素 及其可能产生的危险危害后果 我们来提出消除预防和降低的对策措施 那么评价 采取措施后的系统是否能满足我们法规规定的安全要求 从而得出什么呢 建设项目应如何设计管理才能达到安全要求的结论 好吧 这是整个的一个安全预评价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这些 然后来看第二块安全验收评价 那么安全验收评价它是在建设项目竣工以后 正式生产运行前或者是工业园区建设完成后 来通过检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 或者是说工业园区内的安全设施设备设置 它的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 检查主要是检查安全生产管理这个措施 你是否到位了 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你是否健全 检查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你是否建立了 或者审查我们确定建设项目工业园区建设 是否满足了我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的复合性 对吧 这就是安全验收评价 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已经竣工了 但是它还没有正式生产运行了 从整体上我们来确定这个建设项目 工业园区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 来做出这个安全验收评价结论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安全验收评价程序 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前期准备 这是第一步 你前期得准备查阅相关资料 查阅相关法规 查阅相关的我们依据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微信有害因素的辨识 第三步我们来划分评价单元 一定要注意了 做安全评价 这个划分评价单元 非常的重要 只有你划分好评价单元了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然后我们选完评价方法以后 开始进行定性的或者是定量的或者是定性和定量同时都评价的一个评价 是吧 然后提出安全管理对策的措施及建议 然后做出安全验收评价结论 是否能够验收 或者是不 或者是达到了验收 对吧 或者是还不行 你还得再整改 你得做出一个结论 然后最终我们要编制一个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你前面的一系列动作 一系列程序都做完了 最终你要形成一个报告形式的文件 然后来看第三个安全现状评价 安全现状评价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 或者是工业园区的事故风险 安全管理情况 然后辨识与分析 这里边它存在着危险有害因素 然后审查确定它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规范 要求的符合性 是否你这个现在这个场所 符合我们安法所规定的一些内容了 是吧 然后来预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以及严重程度 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的活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安全现状评价 它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所呢 它适用于 既适用于对一个生产经营单位 或者是一个工业园区的评价 它也适用于什么呢 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 或者是生产工艺 或者是生产装置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生产场所 都可以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好吧 这是它的适用范围 那么来看 这是点二 安全评价的原则 原则好吧 它根据什么的原则 来做这一系列的评价活动 安全评价 是落实安全生产方针的重要技术保证 是我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 那么安全评价工作 不但具有较复杂的技术性 而且还有很强的政策性 就是我们国家法律 要求你 你必须得这样做 那么你就必须得服从 在安全评价工作中 应该遵循的原则有合法性 科学性 公正性和针对性 那么来看一下 每一个原则 它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看一下 合法性 就是我们讲安全评价工作中的一项任务是什么呢 辨识与分析我们评价对象 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那么你怎么来评价这些危险有害因素呢 或者说你怎么认为说这些就是危险有害因素呢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我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 行政规章规范 它所列举出来的这些危险有害因素 好吧 这就是合法性 这就是合法性我们是根据相关的法条来确定的 不是说随便一确定你就是危险有害因素 说你是你就是好吧 根据有关我们强制性的法律法规 好来看 政策法规标准是我们安全评价的依据 那么政策性是安全评价的灵魂 那么看第二个科学性 安全评价它涉及的范围很广呀 你想想对一个整个一个生产经理单位做评价的时候 里面涉及的面很广的 然后影响因素也复杂多变 那么安全预评价 安全预评价 刚才我们讲过预评价了 它在实现项目的本质安全上有预测预防性 那么安全验收评价 在项目的可行运上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安全现状评价是什么呢 它在整个项目上具有全面的现实性 对吧 针对于不同时事阶段 做的评价类型不一样 它这个侧重点也不一样 所以为了保证安全评价 能够准确的反映被评价项目的客观实际 且保证结论的正确 在开展安全评价的全过程中 必须依据科学的方法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全面准确的客观的进行工作 提出科学的对策措施 然后做出科学的结论 这就是它的科学型 对吧 那么我们从收集资料到调查分析 然后筛选这个评价因子 测试取样 数据处理 模式计算和前种植的给定 直至到最后我们提出这个对策措施 做出评价结论 相关进行 每个环节都是要必须严守科学态度 用科学的方法依据可靠的数据 按照科学的工作程序 意识不苟的完成各项工作 努力在最大程度上 来保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和对策措施的合理性 可行性 可靠性 好吧 这是我们的科学性 来看第三个公正性 那么评价结论是评价项目的决策依据 就是你做完这个评价 我以后是要拿你这个评价结论 做我以后在安全生产管理上 要用的一个依据 对吧 所以说你得你这个设计依据 能否安全运行 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进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执法依据 执法依据 因此对于安全评价的每一项工作 都要做到客观和公正 既要防止受评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 又要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避免出现不合理不公正 好吧 这是公正性的一个解释 那么看第四个针对性 进行安全评价的时候 首先应什么呢 针对你所要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征 然后去收集相关的资料 对系统进行全面的分析 其次是要对众多的危险有害因素 以及单元进行筛选的过程 针对主要的危险有害因素 及重要的单元进行重点评价 并服以重大事故后果和典型案例 进行分析评价 由于各类评价方法 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 还要针对的选用评价方法 最后要从实际的经济技术条件出发 提出有针对性的 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 对吧 你提出来的这个措施 一定是我们思念经营单位 能够做得到的 能够办到的 对吧 不是说天马行空的 不切实际的 确实你把这个项目安全评价 做了一个评价以后 你这个结论 能为我今后所用 能为我今后所用 对这个评价项目 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就是针对性 好吧 以上这四个原则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考试的时候 如果给你出选择题 让你辨识区分 说以下说法 以下关于安全评价 所依据的原则 说法正确的 或者是不正确的话 如果你把这四个原则 都理解得非常透彻 不管它怎么出题 我们都没有问题 我们看知识点三 我们讲安全评价的依据 就简单了解一下 第一个 我们通常所说的 法律法规 里面都有什么呢 有什么的 我们给大家讲过 宪法行地行 对吧 讲法律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直播课的时候 来看一下 第一个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国际上的相关法律文件 好吧 然后看第二个标准 我们讲标准 我们按照标准的来源 第一个 我们按照标准的来源 我们可以分为四类 一个是国家的标准 第二个是行业的标准 第三个 地方的标准 第四个 国际标准和外国标准 好吧 这是按照标准的来源 我们的分类 那么按照标准的法律效力 我们可以分为什么 第一个 强制性的 你必须得按照这个执行 跟这个不一样就不行 好吧 第二个 推荐性 对吧 这是按照标准的法律效力 第三个 按照标准的对象特征 我们可以分为 什么呢 你在管理的时候 这个管理标准 有关技术的技术标准 好吧 这是标准的对象特征 其中这个技术标准 它又分为什么呢 基础标准 产品标准 和方法标准 好吧 这是对这个标准的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 所做的分类 好吧 而它第三个 风险判别指标 风险判别指标 什么叫风险判别指标呢 来看一下 这个风险判别指标 或者是判别准则的目标值 是用来什么干嘛呢 用来衡量我们系统风险的大小 以及危险有害因素 它是否可以接受的次度 就是说我们讲 这个风险判别指标呀 或者是判别准则的目标值呀 它是用来衡量 我们这个所评价这个系统 你存在的风险 它的危险有害性 你们能否接受 无论是定性的 还是定量的 如果说没有判别指标 这个依据的话 那个评价者将无法判定 系统的危险和危害性 是高还是低 你得有个值呀 有个标准 对吧 你得有个标杆啊 得有个参照物 是否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 以及改善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才说 你这个系统 已经达到了可以接受的 相对安全的水平了 对吧 所以说没有这个判别指标 你做的一系列的评价 都是没有意义的 好吧 这就是风险判别指标 好来看一下 我们常用的风险判别指标 有什么呢 有这个安全系数 和可接受指标 安全指标 你看安全指标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事故的频率 财产的损失率 和死亡概率等 给你个安全指标 对吧 就是说我们评价一个项目 评价一个场所 对吧 做一个评价的时候 不允许你这个地方 死人 对吧 一个也不允许 这就是他的相对安全指标 或者说 可以允许你在一年当中 有少量的轻伤事故 可以容忍 这就是安全指标 或者是失效概率 等等 好吧 简单了解一下 那么在风险判别指标中 我们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什么呢 风险的这种可接受指标 我们讲呀 在直播客上 我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说世界上呀 没有绝对的安全 所谓安全是什么呢 是事故风险 它达到了合理 并且我们人们能够接受 并且尽可能降低的程度 相对的 相对的 对吧 然后在安全评价中 不是以危险性 危害性为零 不是说我一点都没有绝对的安全 作为可接受的标准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以一个合理的 可以接受的指标 作为我们一个可接受的标准 一定要理解这一句话 在我们安全评价中 不是说我们这个场所 一点风险都没有 才算你这个场所安全 只要我们是这个场所 达到了一个合理的 可以接受的指标 那么就可以认同它为安全 好吧 你说把一个场所 它的这个危险性降到零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可接受风险是指什么呢 在规定的性能 时间和成本范围内 它达到的一种 最佳可以接受的风险程度 显然啊 这个可接受风险指标 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将随着人们对 危险根源的深入了解 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 以及经济综合实力的提高而变化 另外需要指出什么呢 风险可接受 并不是说就放弃了 对这类风险的管理 好吧 这里面又有一个思路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 这个风险可接受 我就不对这个风险进行管理了 就放弃对它管理了 那不行的好吧 因为这个低风险啊 有可能你这个时候 做评价以后它是处于低风险的 那个这个低风险 随着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变化 它有可能升级为 重大风险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控制 使风险始终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这一句话也印证了 我在直播课上给大家讲的 说风险 你不可能实现闭环管理 你这个风险永远是 持续进行改善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是不断的进行控制 不断的让它处于 可接受范围内 好吧 然后这里是我们第一节 整个对安全评价 它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介绍 想必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对这个安全评价 应该有所了解了 好吧 有所了解了 那么考试的话 就以我课件当中 黄颜色标注着 为重点内容学习 好吧 其余的了解为主 好吧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